中美洲国家尼加拉瓜星期四中断了和台湾的长期外交关系转移与中国建交 台北紧存不多的正式国际外交盟友进一步减少 尼加拉瓜外交部用西班牙语和英语发表声明说 尼加拉瓜共和国政府今天中断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并且停止任何联络或者官方关系 声明又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尼加拉瓜段交决定表示 自感痛心和违陷并且宣布全面停止双边合作和援助计划 撤离大使馆以及技术团人员 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亦是对美国的打击 华盛顿和丹尼伊奥尔特加总统的政府关系最近几个月以来不断恶化 尼加拉瓜和台湾断交之后 台湾只剩下14个有正式外交关系的盟友 多数都位于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 还有其他少数小国 在尼加拉瓜伦国洪都拉斯 刚刚当选总统的左派候选人卡斯特罗 在竞选期间曾经试言要和台北断交 不过他身边的团队成员已经从这个立场上有所后退 美国官员说希望洪都拉斯维持和台湾的关系 谢谢大家